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妇媚 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 我相信我无悔无求 我愿为你放弃所有人爱我一分 Oh my love my love 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分真感情 我看不见我听不见天藏地球 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 挖了些分割你我的天 能不能靠近我就真今晚 争取争回来 花些花会在你海 哎呦 虚拟bro已经好久没有录这个幕后音乐藏进人的单元了 那刚刚片头播放这十首歌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几首呢 那这十首歌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位边曲人边曲的作品 那今天非常开心呢可以邀请到这一位算是传奇般的大师啊 然后可以跟他面对面一起来聊聊他的音乐历程 那我们就赶快来欢迎今天的特别嘉宾就是 Chris Bobita 包彼达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台湾好 香港好 香港好 哇 我们是一个隔空连线的方式来聊天 是的 是的 包老师很久有没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台湾的social media上面跟大家见面呢 2007其实我离开之后的都没有回台湾了 就回去香港就很少再来台湾了 但是我这十年都有跟台湾做一些合作 我也有做过好像两三个歌舞剧 哎呀我的妈那个那个歌舞剧 我跟国陀机场都做很多歌舞剧了 你应该你们你应该知道的 Oh my god 那个阿姨 她怎么了 她的影情忘记带走了 Oh my god 主要这个包彼达老师大家会认识 都一定是透过一些流行音乐嘛 以前学生时代啊在听歌的时候 都会看那个歌词本里面的那个 credits 他就写说 作曲人包彼达 编曲人包彼达 制作人包彼达 然后我以前就觉得哇塞 这个人好厉害大师耶 这些这么好听的歌都是 原来都是这个人写的 而且您的名字又还蛮好记得 让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其实您的背景也算是有点混血对不对 是的 其实我是混血 我的妈妈是上海人 是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菲律宾人 我在香港出生的 我是1964年进入行业 所以现在是58年 哇 尽快60周年了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又给包老师一个respect 真的是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 露气 露笑万重浪 难怪曾说出不能成为自己的 就无可能相劣 这万爱 认真兴建 灵旅有事 终需要有 Nive is over 以我的造空屋里面 七八雷无敌呀 内心有梦 变全力追踪 虽然说包老师您在快60年前就开始在香港 耕耘音乐的工作 但是您在很年轻的时候 我有查到一个很惊人的记录 就是您在25岁的时候 就已经当上了香港EMI唱片音乐的总监 您在25岁就当上了总监的身份了 我1964年进入行业 其实我第一个乐器是我是弹贝斯的 后来弹吉他 然后后来也弹萨克斯风 但是我第一个乐器 五岁的时候是钢琴的 古典钢琴 14岁的时候家里有一些状况 要出来赚钱帮我的父母 所以我拿了那个贝斯开始赚钱 所以一开始您是只有弹贝斯 您没有组一个band吗 没有没有我跟一个band 有跟一个band 就是同学一起玩 是的 其实我觉得我很信任 因为我的前辈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经验 经验都很难学 学不了的 所以跟一些很厉害的一些乐手一起弹 这个是最好的经验的 等于是您有跟到了很厉害的老师 从小有教您 让您就是跟着 有点像是你是徒弟的感觉 跟着师父一起练功 一直练练练了十几二十年 其实这些您的这些前辈 给您的经验不只影响到您 其实也影响到很多的 我们这些听众 尤其是台湾的乐迷 尤其是您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 在台湾做了非常多非常棒的专辑 那当初是什么什么样的机缘 会让您选择要来台湾工作吗 是有台湾这边的公司 向您招手说 啊包老师您很厉害 我们需要您 还是你本来就有这个 plan 来台湾 其实是一个缘分的 我从七十年代都做很多变曲 七十年八十年代 但是我很在香港有一点的不太舒服 因为我因为我的人比较喜欢创作 但是那个时候呢 太多翻唱的歌 太多改变的歌 我香港常常都那些唱片公司 他们一直都拿那些 cover version 那些英文的歌 台湾的歌 哎呀我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收购了 所以我说我收购了 我要离开 因为我真的想写很多歌 而且我听到很多台湾歌 听到很好听 所以我想到啊 我去台湾好啊 我可以学很多东西 随便学国语也是 也是学台湾的文化 是 从那个时候呢 开始跟捆时合作了 有刚好我开始他们开始开放 他们去香港 他们也是找很多变局人来做制作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知会去台湾了 所以我在台湾 我住了13年 我跟你讲 台湾是我第二个家 我很miss台湾到现在 我很喜欢台湾 我很多朋友还在台湾 然后呢 我跟很多聚酒人合作 比如说女中生啊 等等很多 我在台湾 I improve 我跟你讲 台湾的学历是最美的 我觉得 这时候在台湾人的心中 就有一首歌 大家永远忘不了 情不了情出现了 算是帮包老师打开了在台湾的一个知名度 很关键的一首歌 对不对 这个这个歌很不得了 就是 你记得吗 因为我写那个歌有一些故事的 是 六个月之前 我的爸爸也是过去的 所以我这个感觉就是 是蛮very sad 是 那那个状况写那个歌呢 很有趣 我做那个电影那个时候 我有一天 我是要给那个导演主题曲 要让他选嘛 那天我在我的家 我本来打一个一个Bus 10点的Bus 但是我晚了 搭不到那个Bus 那个车 再来那个Bus 那个车来是10点20分的 所以那个10点 我搭不到那个Bus的时候 然后我想要不要我写多一个 写多一个歌 试试看吧 是 就是这首歌了 所以10点20分 搭到那个Bus 然后呢 我去看那个导演 然后他我给他那个三首歌 两首是我 我那个晚上写的 那有一首歌是那个 那个10点到10点20分 那个以内的那个那个歌 嗯 那他他选这首歌 我不跟你讲 这是命运的安排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听着听着听着 是真的命运的 为什么 是却好不够 爱就爱我就一点多一些 就算只有一点点 才把我真的想见到你 在今天 统统看爱情 挑战好心情 该不该出去旅行 哦 怎么办 我在心上 在台湾人心中啊 除了心不了情之外呢 还有一位歌手 是我个人很喜欢 而且我相信 他应该也是 包比达老师您的一个得意门生 如果你要问这一位歌手说 出道的伯乐是谁呢 或他的贵人是谁 他一定可能也会说出包老师 那就是coco李文 您在96年的时候 因为帮他制作了往日情之后 你们连续合作了五六张专辑 每一张他的初期作品 您都有参与到 那当初是什么机缘 能让您跟coco合作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 呃 其实我帮他写很多歌 那同事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跟 跟索尼 唱片公司 是我的朋友呢 比如说 姚倩啊 其实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敬礼吧 也可能我们关系好啊 所以那个时候 我有 我有他 也是有 有柯一鸣 还有其他的歌手 也是帮他做很多歌 那个时候 所以我其实我很荣幸 可以跟索尼 做那么多的歌 给我那个智慧 这个是 真的 有智慧 做一个东西 一个事情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那个智慧 写 就是你不会 知道你能做怎么 你不能上到一个 另外一个 next level 对对对 那包老师跟coco合作的歌曲里面 你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吗 爱是爱你 虽然 那个那个每一次 每一次想你 我们是在洛杉矶 是录的 这个有一些故事的 因为coco 他习惯他喜欢唱r&b的味道的 他会有转音 转音 那但是那个时候 姚千跟我说 chris你要告诉他 这个歌不能转音 我说姚千这个这个很难耶 但是他说 一定不要转音 那那个歌 coco真的唱的很辛苦 我们录那个歌十一 十一个钟头 哇 non stop 连续 i think 是说non stop 从白天到晚上凌晨 我们隔天要去 要回台湾的 连累我 我那个assistant 你知道吗 我那个外国人 他按那个那个 recording 那个录音 那个machine 他按到那个 他的手 他的手 对我们结束的时候 他说 chris you did a good job but man my fingers gone 他说是这样的 欢迎我们香港金曲 荣誉大奖的得主 Mr.Chris Barbita 包比达老师 music是我的passion I really love music thank you all keep on rocking 我是没过气的 还有是我有排玩 所以我会继续努力 一路写作片 还有弹 all the way thank you 包老师您近十年 算是把重心 没有放在那么流行音乐这一块 可能你做了电影的音乐 电影的主题歌 然后典礼的音乐总监 然后像您说很喜欢的舞台剧 音乐剧这一些 那今年 今年包老师呢 您就推出了一个 他虽然不是流行的音乐专辑 可是他跟流行歌 非常的有关联 是的 他就是一张演奏专辑 叫做City Jazz 然后他是以爵士风格为主的 一个演奏专辑 怎么会想要出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呢 我的这个想法 其实我可以说是做了第二次 我第一次是在台湾做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好像两千年 我那个时候呢我录了一个唱片 你有听过吗 《马其朵》 《情歌马其朵》是不是 对 《情歌马其朵》我跟黄瑞峰 跟金木 我们有一个三重奏 我录一些阿妹的歌啊 You know Bad Boy Bad Girl 我录那个变成一个角色 然后呢 我想弹角色 但是不想弹角色给我自己 我想跟大家 enjoy那个moment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音乐人 As a performer 我们一定有一个 Marketing Sense 你要知道 谁看我 谁听我 而且他能跟你一起享受到那个音乐 其实是一个 其实是很好玩 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 一个Groove 重点来了 包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Marketing Sense 可是你也要找到能跟你有Sense 频率是相近的伙伴们一起玩 才是能够玩出很棒的火花 所以其实这一张绝世专辑 它是有四个Member在里面 除了包老师本身是弹Keyboard嘛 对对 然后呢这个鼓手是黄子鱼 然后他 我讲他以前待过的乐团 你们台湾的观众一定就知道 就是831之前的前任的鼓手 对 然后包含像贝斯手曾德康 然后吉他手是Alan Kwan 关家杰 而且关家杰 他在今年的第三十三届的金曲奖 是有上台去领奖的 他今年还获得了金曲奖的演奏类的 最佳专辑制作人奖 所以这三位年轻的优秀的乐手 你们是本来就认识吗 还是你去找来的吗 对对对 这些公司唱片公司 我跟唱片公司相两 然后呢我说我想做一个专辑 但他说你要想做什么 我说我要做翻唱的歌 然后呢你要跟什么乐手合作 我说等一下下我来慢慢看 其实小鱼鼓手我觉得是很厉害 我其实我蛮喜欢他的弹法 而且你知道吗 我怎么选他呢 其实我有一天看一个YouTube 我看了那个演出 但是看不到他 然后呢突然他弹了一个一种 一个一个pattern 诶 我说 这个鼓手OK的 这个鼓手是谁 我问了我那个一些朋友 这个鼓手是谁 然后我真的找到他 他被你找到 他有没有觉得很surprise 有没有吓到 哇怎么包比达老师会来找我 没有了我我我我小C了 刚包老师有说虽然是做Jazz专辑 可是你要做一个会让大众们一般人都可以很入耳的专辑很重要 是的 所以这一次的选歌很特别哦 在这个专辑里面选的歌大部分都是知名的粤语歌 但是这些粤语歌其实他们也同时有国语版本 像是张学友的李湘兰他的国语版是邱一农 然后还有像陈慧贤的千千雀歌 台湾人很熟的是李义军唱的《风中的承诺》 那像周华健大哥的《花心让我欢喜让我悠》也都有国语版 所以当初怎么会想要设定找这些歌来作为这张专辑的曲目呢 其实像你说就是我想找一些歌大家比较听过的很熟悉的 对 所以我选一些台湾的很熟悉的一些歌 其实九首本来是一些日本的一些cover version的 有一首歌是Beyond他的歌 所以我想特别选这首歌我觉得 因为香港人而且在日本他们都也是蛮熟悉这首歌的 日本人也有听过海阔天空这首歌吗? 对对对Beyond他们他们在日本都有做一些concert一些表演 对对对对原来如此 那包吾老师呢因为也很久没有来台湾了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台湾的乐迷们讲的 然后顺便在最后推荐一下你的CTJES专辑呢? 我想其实我很miss台湾 其实我都说过了 台湾是我的第二个家 我在台湾我住了13年 我习惯吃的东西也是很喜欢吃那些台湾的菜啊 有没有最怀念最miss台湾的什么小吃? 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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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喜欢 其实好像在顾富纪念館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点在哪里 但是这个 这个是 去年前的不知道 其实我很期待 我想去去台湾 可以工作啊 或者我就是 玩啊 看我朋友啊 吃饭啊 其实我想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想等最好的时间 如果没有Covid的话 也许我们是做着面对面 真的 面对面 在聊天的 对不对? 是的 不担心未来一定还是会有机会的 假如我去香港 或者是包老师有机会来台湾 肯定要来台湾 我一定会来参加你 哦 专程来跟我吃饭 太荣幸了 我们喝酒听我的专辑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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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希望 希望每个观众 你们也都可以去听这张专辑 配酒听 最赞了 对 希望大家 大家享受这个歌曲 好的 那如果你们还喜欢我跟包比达老师今天的访谈的话呢 也可以在YouTube这边帮我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哦 然后记得可以分享出去 给你所有身边喜欢华语音乐 或是喜欢爵士音乐的朋友 那今天这一集呢 要特别感谢11位干爹干妈哦 分别是 Alice Wang 徐小姐 Tobias 还有Jackie Young 柯伟辰 Joseph Chen Yau 0816Desert Jerry H 还有Fred 和Victor Fan 谢谢你们的斗内赞助哦 那如果你们还喜欢我所制播的节目呢 那都非常欢迎点击YouTube的超级感谢按钮 或透过资讯栏位的小儿赞助连结 来给我一点鼓励哦 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 那再次谢谢包比达老师 谢谢老师 Thank you Thank you Taiwan Thank you Jimmy See you in Taiwan Definitely Bye Bye what morte conference 你 通过 你